酒味露面的范冰冰近日为某公众号录制祝福视频 虽然视频中她的妆容依旧精致 但眼尖的网友却发现 范冰冰身上所穿的红色外套居然是三年前 她出席某活动穿过的旧衣 一时间关于范爷是否彻底没钱的猜测 引发网友讨论 在娱乐圈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到了某种咖位的明星 尤其是如范冰冰这样没有太多过硬的作品放生 走话题流量路线的明星是最忌讳穿旧衣的 这类明星或许日常生活中 会重复穿着曾经穿过的衣服 但是在出席活动或录制视频这类公开场合及活动中 穿过一次的衣服不可能再出席第二次 范冰冰作为曾经的流量弄潮儿 显然是深谙这一条潜规则的 她的活动造型曾引发过不少话题与讨论 造型好看或不好看放在一边暂不讨论 但范冰冰的活动造型尤其是服装从未重复过 更别提穿旧衣 自从2018年成为风暴中心 向来高调的范冰冰在消失一段时间后悄然回归 再度回归的她不复昔日的高调作风 就连社交媒体上也显见她的身影 在江湖传闻中范冰冰曾经大肆低价出售房产 以其尽快凑齐罚金 不知这是不是她穿旧衣出境的原因 范冰冰虽然有着小富婆之称 但通过调查她公司的组织结构便可以发现 范冰冰的财产主要是动产 随着她事业跌入低谷后 她的身价也跟着蒸发了不少 于是才需要她在短时间内兜售多处房产 用于抵债 至于在范冰冰出事前与她几近谈婚论嫁 时不时在社交媒体上发狗粮的里程 在范冰冰低调回归后也不再如往日一般 时时把女友挂在嘴边 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 更是因为她的原因 要面临着被永久血藏的命运 再度回归的范冰冰不仅事业停滞不前 而且短时间内不存在逆风翻盘的可能 在国内的娱乐圈 有些红线一旦触及就再无翻身可能 范冰冰所触及的就是那条不能碰的红线 除非范冰冰能够横下一条心 放弃内地市场以及之前那么多年打下的群众基础 转战海外从打杂的小角色做起 或许还能有一线回春的生机 但无论是从她本人 还是从大环境来说 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 范冰冰自知付出无望 开始把精力转移到培养弟弟妹妹上 范澄澄已经通过选秀节目出道 最近又有一批吹捧范冰冰堂妹范朵朵美貌出众 堪称天生明星的通稿在网络上流传 这样大手笔的推一个小姑娘 背后大几率 昔日几近呼风唤雨风头无两的范冰冰 如今穿三年前就衣出镜 即使妆容精致也难掩身上的落寞 现在的她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 都看不到希望 不免令人有些唏嘘 不知道曾经放话我就是豪门 得范爷还有没有卷土重来的野心与可能